李星云和树里朵联手攻破了洛阳 为何最后却是李四元重回 洛阳称帝 不良人这一季也接近尾声了 仅剩三集完结 但导演还有很多坑没填完 祥辰的目的是什么 孟婆又去了哪里 虽说这次老李赢得了赌局 在漠北大杀四方 就连天花板奥姑都被他打得鼻青脸准 不过赢了又如何呢 监国李四元会放过齐国吗 漠北会放过齐国吗 为了保住齐国百姓 女帝只能主动投降 把齐国交给李四元 毕竟弃子最安全 然而在李四元沾沾自喜 无费吹灰之力 就拿回齐国时 他的大本营洛阳 却被不良人和漠北联手攻破 为了逼迫洛阳的大臣 都沉浮于自己 李星云也对这些大臣的家人下手 没有丝毫的怜悯 希望这是因为邪功的原因 在李星云称霸洛阳时 树里朵也突然背叛了他 漠北士兵将洛阳围了个团团转 倒在地上的全都是不良人 之后李四元还穿着黄袍回归 估计是要称帝了 那么树里朵真的被刺了不良人吗 其中也有几个说法 第一个说法就是 这是树里朵和李星云的一个局 目的就是为了逼迫李四元称帝 结束这乱世 毕竟在历史上 李四元其实是一位难得的明君 觉得这个说法符合的评论区扣一 第二个说法就是 树里朵是真的背叛了不良人 因为他和石敬堂合作了 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燕云十六周 而让李四元称帝 只是暂时的 去说说你的答案吧